我是一個單身男子 我會很羨慕像李懿哥這樣 其實又有家庭 又有小孩 又有事業 幾乎就是我在追求的所有的東西 你都已經有了 哇塞 你要記得你這句話 等到你像我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說自己是單身男子 會後悔就是這樣 你看在場說人都在笑 OK 但是我覺得還是 他還是一定有你得到的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的 我還沒有體驗到的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們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舉得超快 舉超快 比我快 為什麼 因為 就像你講的 我在單身的時候 我也覺得想要這樣子 對 可是當然我現在 當然我覺得也蠻OK的 可是還是有那麼的一陣子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時候 會覺得一個人很好 朋友一約我說走就走 可是現在你沒辦法 你有家庭要照顧 你有小朋友的活動要去參與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就算你已經跟我講說 我可能會後悔 我還是想體驗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 想有的所有的東西 只有等到你擁有的時候 你才會真正知道 你要不要 對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說 如果可以提早去體驗的話 那我就可以提早做決定 我要不要一輩子單身 以前很喜歡抱小孩 嗯 我現在都會說 你們可以自己走嗎 哈哈哈 覺得好像 也是我在運動啊 那肌肉量好像就都不見了 所以今天才是應該說 真的特別要跟你聊一下 對 因為你從我 不認識你 到認識你 到很久沒有看到你 現在看到你 你都還是一樣保持 你知道 我知道 馬來西亞隊長嘛 馬來西亞隊長嘛 所以我想說 我這個男人的真心話 我準備了飲料 雖然不是酒 OK 但是是一個 營養非常好的 好 優質蛋白素 我們來鮮肝為敬 好 它有點像豆漿 對 它有點像青漿的感覺 對 沒有加糖的豆漿 就是我很怕喝到那種 帶糖味超重的 對 我真的曾經去健身玩 喝過一杯 我吐到早餐都吐出來的那種 所以各位在忙碌的爸爸們 其實也可以照顧自己 去好好的補充一下 優質蛋白素 是 歡迎收看 祖雄蛋白營養教室 我是祖雄 哈囉 我是你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帥氣老爸 沒有沒有 現在還是企業家 我覺得35歲之後 燒的是你的腦力 體力還有財力 尤其是我覺得真的 體力上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消耗非常大 好 那我們第一個考驗 我們要來比體力一下 去吃 去吃 沒有人在幫我算是不是 有啦 有啦 我有算 我有算 我們看不下好不好 十六七下 十六七下 我會跟你聊25秒 我會從第五下開始算 時間過得真是快啊 而且 而且 我做了三下 你臉超紅耶 你的脖子是變超紅 我真的體力大不足錢啊 你是做運動本來就會很紅的人嗎 沒有沒有我只有做滾輪會臉紅啊 其實你講體力不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錯 你還是應該有比一般的人好 那你是怎麼樣去維持的呢 有時候真的忙到沒辦法 你就不是說 我只想要可能便利商店 買個什麼東西果腹或什麼的 我還是希望可以有一些營養品 可以補充我 就是在這種忙碌之餘啊 我可以讓我健康一點 才有辦法應付這麼多的工作 跟這麼多的一些家庭生活啊等等 好像外景啊 還有你在遊戲節目 都是一直要跑來跑去 對 工作本身就已經耗費很多體力了 對 我們的那個飲食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要選擇的話呢 就要選擇一個 符合國際最高消化率的 這個優質蛋白素 那就可以加強我們的體力 幫助肌肉生長 然後回到家裡面可能還有小孩啊 還有創業啊 還要耗費這個精神啊 所以飲食就更加的重要了 是不是 沒錯 如果你真的很忙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照顧家人的 尤其小朋友的 這個健康的均衡 我教你 譬如說可能補蓋子 就燉一些骨頭湯啊 什麼台式的湯啊之類 或是如果美式的話 我們就是海鮮湯啊 然後中式的話 可能就雞湯之類的 可是真的沒有時間的話 那也不能喝飲料啊 因為飲料畢竟都是糖嘛 或者是比較多化學的一些 一些色素等等啊 我可能就會讓他們喝 就是類似這個 草莓口味的這種 優質蛋白素這樣 對 至少對他們的 一些健康也可以照顧到啊 而且就是說不用擔心說 好像他們會吃到一些 不該吃到的東西這樣子 因為它零乳糖 零膽固醇 所以很多小朋友很擔心說 喝牛奶可能會有乳糖的問題 你家的小朋友應該 他們還好 但我自己比較會 沒有乳糖 我只要喝牛奶就會拉肚子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優質蛋白素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可以幫助小朋友 發育的時候 肌肉很好的生長 沒錯 各方面都可以完整均衡的發展 而且我今天聽說是 你們這個蛋白素 是可以拿來做成料理的嗎 我們的蛋白一直都是 入菜發揮創意 OK 那最後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李懿閣幫我們準備怎麼樣的料理 很期待來到廚房了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一道非常的簡單 但是做起來呢 非常多的小朋友會很愛 這邊有100公克的麵粉 對 我們用的是低筋麵粉 對 兩顆蛋 好 其實跟外面一般可麗餅來說 它的我們的成分配料呢 會發現其實真的應該是少了很多的 一些其他的調味料 我們都沒有糖 對 因為我們的蛋白粉呢 其實本身裡面就有一點點的甜味 然後這邊還有準備一些牛奶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把它 加一點之後再攪勻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倒到 兩杯裡面 那記得我們在調整麵糊的時候 你不要一次 牛奶就全部下去 這樣子它裡面的那個顆粒 沒辦法融解得太完整 你的那個可麗餅其實做起來會 顆粒比較不均勻 就沒那麼好吃 對 而且我知道 像它的餅皮 如果要有一點Q度彈性的話 我們還是要慢慢的去把那個 麵粉的筋性去跟它扯開來 對 它要打鬆散一點這樣 好 那我們麵糊差不多就是 到時候調起來會是 加類似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草莓的可麗餅 剛好我們的蛋白素也有草莓的 我們今天就利用 我們草莓的蛋白素 然後你幫我加一點 在我們這個內餡裡面 好 這個起司裡面 對對對 也是要把它拌勻嘛 對 讓它的這個味道更好一點 而且也補充小朋友的營養 剛剛好一瓶汁喔 對 然後還有放上那個 我們喜歡的這個水果進去 嗯哼 那這時候我也來煎蛋皮囉 煎這個可麗餅的餅皮 因為你一下去它就會定型 所以一就是你讓鍋子 可能先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你就把它淋上去 OK 對 哇 稍微繞成一個圓圈 做甜點真的是很療癒喔 每次看到這個煎餅 你就想到哇 真的 而且那個香味已經溢出來 真的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 他們愛吃的東西 可能是沒有那麼營養的東西 是 那你要叫他吃營養的東西 他們就會覺得不好吃 對 那我們這個可麗餅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又好吃又健康 沒錯 我們的蛋白素是 悄悄默默的隱藏在裡面 真的 它會不知不覺的 從它喜歡的東西 吃到它需要的營養 是 滑蛋的感覺 我們把它放在中間 我們這邊可以再放一點點 從時間Double到這個 都沒關係 泡梅 你就把它擺在這裡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 旁邊再擺個幾片香蕉 我覺得也是OK的 我們可以再淋一點點的這個 小朋友都最愛的蜂蜜 真的耶 淋一點在上面 所以你看我們雖然前面 沒有加任何的白糖什麼 可是我們用水果 原本的甜味 還有最後的蜂蜜 好 就是畫龍點睛啦 真的 還滿好看的耶 是不是 這個如果 女生來你們家吃飯 你就這樣拌後 然後又跟她講 她也不會覺得拒絕你 因為你是加這麼健康的蛋白素 然後 就最後幫她準備一個甜點 對 會暈船啊 中了吧 是吧 一定中啊我覺得 真的 謝謝李一哥幫我們準備這麼好的 法式甜點 真的 而且完全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擔心它會有過多的糖分 可是還是有吃得到這個草莓的這個味道 重點是 以前就是我們在吃這個甜點的時候 會把內餡挖掉 可是現在你會覺得說 這個內餡加了這個蛋白素之後 你會覺得比較健康 然後小朋友吃 再跟你要第二口第三口的時候 你也覺得很OK這樣 太棒了 這真的是完美的一個親子料理 對 所以李一哥這麼用心的 我們準備了這個可麗餅 我也準備了一道 回敬你的 沒錯 我今天要回敬李一哥的 就是我們老少嫌疑的擂茶 因為我們今天還是會加上 我們抹茶口味的這個柚子蛋白素 對 所以我們在原本的抹茶裡面 就可以去減少它的份量 OK 比如說 好 這個先來 黑芝麻 我喜歡黑芝麻 喜歡嗎 喜歡我就給一匙 好 不喜歡的我就半匙好不好 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抹茶蛋白素了 所以我想這個茶的粉就少一點 少一點點 那我就一半就好 好 好 那這個抹茶口味的人 就請李一哥幫我加一瓶匙 耶 非常棒 好 我們這個碗就是 你只要 就算你不會壓 或者你力氣不夠大 你只要順著化圓 它的碗旁邊的這個 剛好深陷進去的地方 就可以順到的把它 把它磨得像粉一樣 沒錯 真的 我們直接加入熱水 茶香味道出來了 嗯 哇 這個是李一哥的特調 天啊 嗯 我覺得我 這樣喝了之後 好像也變成美術隊長 哈哈哈哈 好健康喔 對對對 而且它沒有那種太多 有時候我們喝這種擂茶 可能會覺得這個 茶味會蓋過於其他索材 它其實沒有 淡淡的 嗯 然後又很健康的感覺 而且我們發現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沒有加糖 對啊 我們沒有加糖 但是它喝起來還是不會說 讓你覺得 什麼都是堅果的那種苦味啊 或是茶葉的苦味 其實是好喝的耶 對 這個如果你想給你的小朋友喝 他應該也會喜歡 對 但是就可以放一些 他們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如果要給小朋友 你會加什麼 像我的小孩滿喜歡吃腰果 腰果 喔 堅果類的 杏仁果 可能我們就放一些那個東西 那也滿適合的 所以我們再把它捏碎一點 然後放一點這個 或是放一些他們喜歡的 我們一樣可以做成那個飲料 給他們喝這樣 放了草莓的也OK啊 等等的 我相信應該都OK 有原味的 對 也是可以自由搭配 最重要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的優質蛋白素 不只是可以加入牛奶 豆漿 我們也可以來做這一道 完整 均營均衡的一個擂茶的 這一道美食 沒錯 也就是說不管是我們做料理 做甜點 我們甚至拿來做飲品 都是很適合的 對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李一哥 來到我們祖雄的蛋白營養教室 對 對 我們知道創業的艱辛 我們需要知道照顧家庭的艱辛 照顧小孩 照顧老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擁有一個 健康的身體 沒錯 對 希望李一哥身體永遠強壯 OK 好不好 歡迎再來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計時 預備杯30秒 很快耶 開玩笑 我小遊戲之王的